哈喽大家好 就說一下 環保 今天呢 我有一個面試 我就是去應聘校園工作 去應聘校園工作的時候 那時候吧 那個 有兩個人面試我嘛 面試完了時候呢 他就問我說 你是走樓梯上來的還是坐電梯上來的 我說我是走樓梯上來的 然後他們是三層樓嘛 但是呢 等我回來的時候呢 就走在就是 往回走的路上的時候 我就突然意識到一個問題 就是環保 比如說三層樓的時候 三層樓以內的時候 又是何不妨就是走走路呢 電梯的運行 肯定是廢電的嘛 這我們都知道 那耗的能源 最後排二氧化碳 那不都是排到空氣當中了嗎 那就算是 它是環保性能源 可是本身它不是還是消耗資源嗎 那那些電和煤什麼的不也是大自然 那 就是 比如說 你看吧 因為我本科就是學電子工程的嘛 所以這些能源啊什麼的 當時是我主修的方向 就是能源啊 電站系統啊 還有那個電子啊 當時是我主修的方向 然後呢 這些能源的利用是吧 其實是很低的 就是為了給大家提供 一格的能量 我可能需要投入兩格 兩格左右的能源 我才能夠給你一格 就是它的產出率不高的 有很多的損耗 不管是電路上啊 還是那個 嗯 本身的你發電機的 本身裝備呀 所以這些能源的製造的時候呢 你如果節約的時候 你不是節約一呀 你是節約二或者更多 所以在這個時候吧 其實呢 就很好 如果是三層樓以內的時候呢 你有什麼必要做電梯呢 電梯也不保準 對吧 嗯 還有很多別的細小的事情啊 比如說隨手關燈啊 嗯 挑削水龍頭啊 這些很多東西的時候吧 你看著你是做一個事情 可是你省的是兩個三個或更多 而且你這樣做的時候呢 其實大家都喜歡你的 都敬佩你的 所以呢 環保就是非常好 嗯 嗯 有這種意識呢 非常的好 再能夠做一些 能夠再做一些的時候呢 就非常非常好 加油